回到第二部份 最後你怎樣看 先看第四場 就是四班1650的拆組 這場看看有什麼特別的東西可以看看 又是主動馬較為有利的 講頭馬就是玩具達人 玩具達人其實早段都有點急口 他都算幸運 找到遮擋 但他又算厲害 你所說的卡先生 這組的時間快過二班 早段步速 39秒90 快過二班快過頭長三班 這場是27秒多 第一場是28秒 頭長那時候 第一段 頭長的頭隊是28秒 這組是27秒59 這場比頭長快過頭長的三班 比賽鳳凰都猜到 這場會積極 但是九檔其實過來的時候 都比較急少少 拿位那時候 雖然積極 但始終步速又快了 快了少少 變成這樣的情況下 你前領的馬匹 維持了京都的難度 就提高了 玩具達人就勝在 現在雖然易碟 但是他跟著 童話那裡有遮擋 創建群英 即是覺得今次 希望他可以再進步 有時候可能看上去 近幾場賽事 打算挺有贏面 不過今場 這隻馬上來還是有很大的學習空間 這隻八號 他的腳法是不漂亮的 這隻馬暫時都未確認 他真的怎樣特別好的質素 之前在外面衝上來的勢 這次在內蘭走 就可以了 正常的第四名 另外外面那些十號威進區 其實有些想不到衝上來的勢 這次的確不錯 但是有些馬 這次為何要這樣 蓮花光玉這樣 粉紅色帽 在遊山邊那隻 其實他開始看空了 他又走入裡面 他扔那個彎 是扔到最遠的 本來 是那隻 在進區有少許向外 但正常來說 都是在外面衝 我想像那次盈月贏 明明在外面 突然捐在中間 但那隻贏 這隻不贏 是呀 第四場分斷時間 途斷27秒59 第2年23月23 第3年24秒38 每斷24秒74 賽事時間 1分39秒94 這場有騎士需要填賽 又是田泰安 他需要停賽 好像加罰款 一起看看董事怎樣說 田泰安 其實翡翠鳳凰 不小心拆 又再一次要停賽 事後 他在第一次過終點的時候 賣力賣得很急 因此帶了一隻創建群英 令到精彩非凡 裏面和大燈電 裏面都要受到擠迫 那這裏田泰安 成員了不小心拆 罰了兩天 停賽 兼加了9萬元的罰款 由於田泰安 他在上星期日 都已經有一項不小心拆 要在6月8日和12日執行 今次這個停賽 會期限於7月1日 再停6日和10日這兩天 罰一連兩次 罰了18萬 不過他不緊 又打給女王杯 近三期都沒有頭馬 都傷 又要買奶粉 頭尾長 這場馬迷討論區 立即看看我身後的電視機 大家想談及哪一匹馬 有馬迷就說 蓮花江浴入直路的時候 打了幾片的武勢 很快就做天使得得B 這位馬迷 不過你不說 你不說我都是要說的 蓮花江浴 我一抽個一檔 轉彎入直路 飛出外面 不要緊 莫雷拉很多時候 飛出外面 那為什麼你不在外面直上 那時候威俊他有時候邪出 但是你純粹在外面上 他又不是他捐回到裡面 捐回到裡面都不要緊 那時候威俊他就不太靈敏 是 略慢 他前腳 他身後一身 那邊馬迷 但是他跟著跟著 問題都不大 他又不是跑到前竹的馬 他跟著很威力 因為他有個一檔 一檔加上輕綁 後上 這場亦都夠無促 那他現在在外面 望空就走 那現在威俊他有少許邪出來 那他就慢慢移進去 還有他移了之後 最重要是看左手 你看莫雷拉看他的左手 你看他的左手 就是好像那些 上次說那些手抽筋那些 因為莫雷拉騎馬 我們看習慣了 老實說我們左手是可以推出去的 他現在的左手是這樣的 大家留意一下他的馬 很多時候莫雷拉 我上次不是數過他 一轉了人騎那些 五六隻贏的 不是因為莫雷拉騎 第二個其實接手不好的 有時第二個接手 如果一隻手不抽筋 可能更好 所以其實季尾階段 莫雷拉跑完之後 那些賽後跟進馬 轉了騎士之後 會不會有不一樣的發揮 但我覺得其實連花角 都仍在學習著的階段 不過最後直路的時候 看看大家會怎樣再接評論 大登電這次第二名 我覺得OK 因為上次兜出去對著 紅衣陣陷不是太差的 剛才虧位 這次又省了位 是啊 那個檔位又幫到手 都保持著來勢頭的馬 我們不如看下一場 三點頭關來了 第五場是五班 第五場三點頭關 五班千二 這場就真是經典 POWEST VOICE都贏了 可以贏過的 是 第二隻 升出了多了100% 多了100% 多了100% 倍增 多了一倍 頭馬數字倍增了 這個負系 來香港第二場 終於 這場又少了 主動馬 雪卡之友 你看到其他馬 都走得主動的 比較輕鬆一點 五班谷草 短途 貴尾 就是擺前些就可以了 差不多這裏 擺前不行 那隻負全英雄 比較失望 其實他都真的比較失望 他會贏的馬來的 但他雜錢都有打圈 不過出來那一刻 就不夠Sharp 你以為要再考究 是否之後再看呢 那這場 其實那個捕捉方面 要贊的就是 樂班的多姿多才 打算很有機會贏 他倒出來那一刻 主動 不過最後就 比大豪精彩 主動就 已經贏了 真是羅副泉 今晚不可以四起臨門 輸給了 真的 有嘛 防攻勢 私人之聲的指示 最後一百米 撻著就追過了 自助了 分斷時間第五場 三米頭關頭 斷你24秒06 第二段你23秒06 每段你23秒25 賽事時間 1分10秒37 話可說 你知道我們 都一定不會投注這些 poest voice 因為他指示大家知道 香港跑了超過100場 都是一隻win 維中精英 精英贏的那場 最好內蕩有點默了 才贏得到 現在第二隻 都算是非常破格的賽果 對我來說 不過這些煩惱 你都會逐漸減少 都沒有這些負系 來香港 另外其實今次大二門下 是四號的重組之王 其實今場的第四名 好像不是很值得這麼熱 因為今場是大二門 有時留意到 今天那些大二門馬 賠率方面 是否真是這麼硬正的賽職 可以保持回來 其實潘頓這輪的手風 或者他的硬正程度 都是跟他全盛時有些差別 所以他的業門 你是更加要的 他其實轉彎前已經迫這隻馬 但反應不算好 我覺得少少失望 潘頓你可能說他的手風 不是很大 但他的場地沒有怎麼跑錯 轉彎已經迫這隻馬 反而那隻中年馬 那隻龍友其實挺好的 他是其實望空左 有些搶口 回來他就反為頂倒 我想這些馬 都可以有些反彈的空間 是啊 夠主動 這場又是較主動的馬 我們看看三次次關線 看第六場 四班1650的拆組 成財配 薛恩 今季跑三場 一圈兩匹 今場 想不到他用這樣的跑法 挺機動的 這隻馬 居然是放頭 放頭是否大家想著 超級黃蜂放 超級黃蜂就抓 超級黃蜂是很明顯 他夠速度擺在前面之後 不想放 他抓的 不想放 那薛恩見到你抓 不如我走了 謝謝 謝謝 其實就未必謝謝 我想如果超級黃蜂走 他放進去 可能會更好 因為我都未見他 好像記憶所及 都沒有記憶到 那隻成財會放頭走 至少一件事 他真的純粹抓 成財過來的時候 就沒有說給他 即是沒有頂住 沒有頂住 我想其實去到 有些階段 騎士發覺 好像前置馬有利 他用回馬 曾經試過擺前的跑法 成財 但今天其實放頭那隻 就不是特別有利的 是前二三四名那些 就是有利的 因為他排過十當 整體入到三甲的馬 大部分其實都是前置的馬 但未必是放頭 放頭那隻不是特別好的 鴻尊勇士 看看這隻八毫馬 他三點慢慢踩上來 他都不想太落後 一直這樣逼 他臨場落飛 這些 這隻就是貴尾馬 多貴都是貴尾跑得好 又要記住那些貴尾馬 超級黃蜂 居然可以捉住一下 然後其實這樣騎下去 都不是很斷 他可以保持回來 其實不差 不要那麼快放下 如果放前些 是否會更好 我想這場可能 即是他肯放會更好 會不會更好 就是帝浩大師 看那些莫雷拉怎麼跑 即是 二昌勇士 這隻十號馬 今次脫了二套之後 我覺得 雖然沒有什麼贏面 但他保持到 第四名回來 淺藍三個匹 又不是太差的 可以了 第二梯對馬來的 前面那些馬 先走 其實這場那些馬 都 跑回去自己應該有跑法 即是要跟著那些馬 齊起 勁力歸龍 其實看見他 都比較容易上口 第三名 就是九號的超級黃蜂 六場分段時間 頭暖年28.45 第二暖年23.86 第三年24.38 每年23.54 賽事時間 一分四十二三 不對 有隻好像不見了 要請我的馬 好 我們立即看看十一號的請喝茶 近鏡給大家看一看 十一檔 但是起步怎樣 流 早段在尾 彈出來那一刻 就不是很sharp 不是很快那種 但是賽前估 就是以為超級黃蜂 和請喝茶放的 結果超級黃蜂 就是流 請喝茶更加不用說 縮出了爆味 以為乘彩就會去追 結果乘彩放頭 這個形勢就想不到 剛剛看到請喝茶 就不是喝茶可以喝酒 好像喝了酒 在彎上挖一挖爛 不過他從來都輪盡 他是一隻很大隻 但是又輪盡的馬 毛虎傳給他 經常跑谷草 就是讓他多學一些東西 還在學習 其實根本不是一隻谷草馬 那一刻都熬煙的 另外賽後報告 都有談及兩匹馬 第一隻就是敬禮歸龍 第二次流鼻血 另外還有磅礙之光 其實今場那邊都很失望 為何拉屎沒有呢 即是鮑魚回來 他就需要口雜的 幫助之光 簡直很早已經收工 應該問的 為何會不會大熱門 現在會大熱門 是的 我又不知道為何 就是不太正常 轉了環境 就想著會有些改變 又缺過貨 轉完貨才轉馬房 轉完馬房 不過轉了馬房 都粗了很多 他跟以前很不同 以前可能比較黏 有些官員看到 就好像有些火一樣 但是那些火是屬於虛的那些火 不是有力的那些火 是在口裡的那些火 其實丁冠很多馬都會有口 這些有口得來有力 普遍的形態都是這樣的 但這些有口得來 他虛了 他沒有力 好了 我們六象看完休息 回來看看三天尾關 待會兒 Wak Debat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